抖音是唱台語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技巧 算是蠻必備的劇情 可是到底怎麼掌握才可以把抖音抖得好呢 我們來請教的是林萌老師 林夢中 有請林夢中老師 歡迎光致 長憲哥 豪哥 大家好 剛才豪哥有說到要抖音 但抖音抖得漂亮 其實也是一大學問 第一個 我們要先找出他們橫隔木發力的位置 出力的地方 第二個我們抖音它就是一個頻率 所以今天教大家的就是 HIPERON抖音練習法 HIPERON HIPERON是不是 那個海浪是不是有這個波形這樣 波形 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 因為它的頻率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先用E來做一個練習 HIPERON抖音 它都是比較大的 好 我們先抓到這個 先習慣它 之後我們先把它再做小一點的 幅度不要那麼大 因為比較大的這個幅度 聽起來就會比較老派 比較油膩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 HIPERON抖音 還有先拉持音 再抖音 就是現在比較流行的唱法 HIPERON抖音 要抖了嗎 HIPERON抖音 HIPERON抖音 小幅度的抖這樣子 HIPERON抖音 HIPERON抖音 我們試一句就好了 HIPERON抖音 很好啊 就小小的抖音就好了 微微的 我剛剛有抖 微微的 如果太大我們就覺得 降氣 老氣 所以其實也不是說 大幅度的抖音就不好 要看歌 還有歌曲的律動性 所以至少我們知道用海浪的感覺 E 對 就是先找出它的波浪的形狀 OK 是的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